中国航空母舰第一次进入了日本的毗邻区 那么中国的歼35隐形战斗机 尤其是舰子战斗机 在辽宁舰上第一次的首飞 那么种种的进展呢 让我们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最近中国周边的泰士 日美的联军日美军事同盟 那么对中国不断施压之下呢 中国当然也会展开自主的反击之举 双方之间的博弈呢 是越发的激烈 我们看到根据法新社和日本共同社 那么海外媒体的报道呢 日本国防部最近发表声明 谈到了中国的海军航空母舰辽宁舰 和两艘导弹驱逐舰 这组成了一个小型的航母舰队 那么在9月18号的时候 经过冲神线和宇纳国岛和西表岛之间的航行 那么这个航行的距离呢 距离日本的海岸线是24海里 也就是这个啊 毗邻区范围之内 那么什么叫毗邻区呢 等会来说明 重要的是注意 这个呢 是中国的国产航空母舰 第一次进入到了日本的毗邻区 那么当然我们想想都知道 所谓的毗邻区自然是距离日本的领土比较近的一个海域 那么毗邻区呢 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领海 向外在延伸12海里的这个海域 根据国际海事法呢 外国船只进入一国的毗邻区并不违法 但是日本呢 可以在上述海域行驶管制权 换言之 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呢 距离日本的领海 日本的国土呢 是比较近 比较近 所以日本政府的发言人就跑出来叫嚣 说此种行为令人无法接受 那么通过外交渠道 向中国表示了严重的关切 当然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 也强调中方的活动符合中国的国内法和国际法 反正呀 这是在外交层面的高来高去 对吧 你呢 按惯例啊 叨叨叨几句 那咱们这边呢 按惯例强调这个中国方面的原则立场 啊 就外交层面呢 就是一来一回 但是这是外交层面 对吧 但是具体的这个事件上来说的话 其实最近这几个月的时间 中日之间在军事层面的 这种接触 这种这个博弈呢 正在激烈化 美国方面眼看着中国在西太阳地区呢 军事力量快速的崛起 尤其是中国的海军 中国的空军力量呢 正在快速的发展 所以美国呢 从第一岛链撤出了它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资产 那么希望把它撤到第二岛链 关岛等等地区去 那么于是乎呢 美国就把日本拱到了前面 对吧 你出来 把以前呢 把日本这个限制其发展的各种军事力量 军事装备呢 现在通通允许日本发展了 在此情况下 我们看到 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日本方面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挑衅的举动 日本的驱逐舰梁月号 事先没有任何通知的状况下 就直接使用了浙江省附近的中国领海 朋友们啊 大家注意啊 我这里说的时间点啊 七月份 日本驱逐舰是一艘军舰 对吧 莫名其妙的直接开到了浙江省附近的中国领海 那么请问 究竟是你把你的军事驱逐舰开到中国的领海严重 还是中国的航空母舰经过你的匹林区来的严重呢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 日本方面叫嚣又抗议又这不满那不满的 对吧 那你是不是要想一想 世间的由头是什么 起因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才是重点 好了 那么当然 这个莱尔布王 非离也 对吧 你日本竟然进入到了中国的领海 不好意思 于是乎 上个月 也就是我们说的八月份 从日本的这个驱逐舰进入中国领海之后的 一个月之后呢 中国的军机 战斗机 那么进入了日本领空 反正呀 大家就是 你来我往 究竟看谁能够搞得过谁 大家就掰头一下 那么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 那么中国的海军测量船呢 也进入到了日本的西南岛屿附近的海域 那么日本方面当然按惯例 对吧 按抗议啊 等等之类的 那么你是不是要去先说一说 当年七 不是当年 就今年七月份 你的梁月号驱逐舰 为什么要进入浙江省的中国领海呢 反正呀 这个中日之间呢 我看这个博弈啊 会进步的升级 要知道这背后还有美国的因素 对吧 日本就是美国的亚洲养的一条开门狗 这狗呀 总要放出来叫几下 我前面讲的这些事件呢 就是这个开门狗跑出来叫一叫的最新案例 那最新案例 当然这里面呢 我其实要结合最近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呢 要和朋友们呢 这个唠叨几句啊 我们线上有这个263位朋友啊 请大家给主播点点赞 那只有一百多位朋友点赞啊 这个希望更多朋友呢 看到我们视频下方左侧的白色大拇指按钮 把它点成黑色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最近我们知道这个在啊 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啊 各种各样的对吧 针对日本人曾经的暴行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啊 也有很多的博主呢 在播出类似的内容等等 但是历史肯定是不能遗忘的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从之前苏州的这个日本人的学校 到这个前两天啊 深圳的这个日本人的学校啊 深圳这位呢 日本人学校的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啊 就被一个44岁的中国男子呢 刺死了啊 用刀直接刺死了 那么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呢 是中国人 父亲的是日本人 那么在日本的日本人学校里面读书 有的人朋友呢 说啊 为什么日本学校到中国来设学校啊 很多的这个日本的工厂啊 日本的这个企业呢 在这边呃 这个设厂 那么员工呢 有一些日本籍的员工在这里啊 他们的日本的小孩呢 以后要回到日本去参加日本的这个中考高考啊 跟国内一样啊 那么他们读的教材呢 就必须按照日本的这个 他的这个怎么讲 就是规定的教材来读 因为以后考试是要回日本考试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有这样的学校 那这样的学校呢 都是日本人在读 于是乎呢 这样的学校成为了目标啊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其实这几天吧 这个也是全球的媒体呢 报道也比较多 呃 那我的态度呢 非常之清楚 对吧 你说航空母舰 战斗机 军机 对吧 博弈啊 历史的问责啊 这些呢 都是必须去进行的啊 但是呢 你你这个他妈是个爷们 对吧 去整一个小朋友 这个呢 真是你给去当兵 对吧 你实在没本事 对吧 你可以创造GDP 对不对 啊 这个富国强兵嘛 对吧 你有钱了 你才又可以去发展各种军事力量 免得以后再被别人欺负 对不对 结果现如今呢 你这个事情真的是啊 真的是民粹啊 这种这种东西真的是要不得的啊 要不得的啊 我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我这种这种讲法呢 是做好感想啊 我特别支持目前的你比如说中国航母呀啊 包括中国海警在钓鱼岛对吧 包括以后的冲绳他的历史定位问题 这些是真正的博弈对吧 这些是真正的有意义的博弈啊 就相当于我和你和你的哪个邻居或者是什么样人有矛盾 对吧 在中国的古代在上古时期我们的先贤们对吧 双方之间有问题都知道 到决斗场上对吧 决一死战 对不对 拉开正式咱们PK一把啊 没有说偷偷摸摸的跑到你家后门 看到那个小朋友在那玩 然后呢偷偷摸摸的把小朋友给灭了 对吧 这他妈的算什么呀 对吧 这个做法本身是严重严重严重的啊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啊 都是这个需要去 一定不能搞民粹啊 这个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我们昨天看到这个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 他在这个讲的东西呢 其实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 这就是官方态度啊 就是官方态度啊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事情本身呢 我是看到最近中日之间的这种博弈 日本呢 是美国在亚洲豢养的一个看门狗 没事呢 美国就会把他放出来叫他们几下 这个呢 大家看的都很明白 但是呢 他叫归他叫 那你要怎么样呀 有打狗棍 把他给给打回去啊 这个呢 我觉得才是正确之举啊 正确之举啊 大家千万不要被这种民粹 有些up主呢 为了流量 真是呢 不要脸 对吧 口口声声的爱国 爱他爱个屁 爱国 对吧 这个都是假爱国啊 是真搞流量啊 反正呢 你不是看抗日神剧看的多吗 那我就天天跟你讲抗日神剧的东西啊 讲那一套东西 但事实上呢 又鸟用都没有 真正的遇到危难时刻啊 关键时刻 这帮什么爱国阿婆主呀 还有这帮跑去灭小学生的这帮 这帮人呀 他娘呢 你都不知道他跑哪里去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这个事情呢 这个一十一二十二 咱们就是论事 还是要讲的清清楚楚啊 正好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呢 谈到了中日博弈 那么这部分呢 我觉得这几天也是 特别是海外啊 媒体上面吵的是到处都是 对吧 这搞得好像是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是这样 那简直是太吓人了 对吧 肯定不能够啊 这个事情呢 我们要把它头脑要清楚啊 不要被这种情绪啊 不要被这些网红给带了情绪啊 历史不能忘记 但是正确的博弈 大国博弈的正确方式 应该是什么 对吧 实在不行 你去扫马路 为国家创造GDP 那也是有价值的啊 比这强多了 好了 那这个呢 我就多啰嗦几句啊 谈一些个人的想法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现如今呢 这个美国 日本方面呢 为什么最近针对中国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多 当然中国呢 也是来尔不往非里也 对吧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原因是什么呢 很清楚 我们来看一看 美国的副国务卿 也是有所谓的亚太沙皇之称的坎贝尔呢 最近有一番言论 他直接声称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 超过了冷战时期的挑战 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当下中美博弈 它的激烈程度 超过当年的美苏争霸的博弈的时刻 好了 我们看到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 多次表明不寻求和中国进行冷战 双方之间要合作 要什么管控大国竞争 要有护兰 要防止 什么的这个啊 突发性事件等等 但是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了 实际上 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这种博弈竞争呢 是在不断的升级的 那么也是一种所谓全球竞争的新型的冷战 和当年的美苏争霸当然有点不一样 因为美苏争霸时期呢 实际上阵营的壁垒是清晰的 特别是当年 比如说俄罗斯人啊 全苏联人到美国去 或者西方国家的人到这个啊 苏联阵营来呢 那难度都比较大的 双方之间的东西阵营之间的是壁垒分明 大家清清楚楚 彼此间的贸易关系 经济联系呢 也是比较少的 但如今的局面呢 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说美国副国务卿坎贝亚才会说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 超过了冷战时期 因为当下的这个局面呢 处理难度要来的更大 而且中国呢 是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历史地缘战略 方方面面 这个全球影响力等等 各方面呢 都是远超当时的苏联 那么当时的苏联呢 军事比较强大 可是他的经济啊 他垮其实不是垮在军事上 他是垮在经济上 问题是出在经济上 对吧 老百姓吃这个吃不饱肚子啊 他的工业发展 尤其是轻工业 那么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 这是当年 这是当年的啊 这个前苏联之所以解体 他的一个情况 那么坎贝亚说这句话呢 是9月18号 当时他在美国众议院 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那么特别强强调的一点就是 美国的两党需要保持 对中国的高度关注 尤其强调的一点就是 要加快美国海军造船的速度 要提高美国国防制造基地的能力 那么这个话讲的呢 其实是行内的啊 业内人士一听呢 就是专业的 什么意思呢 打仗呀 不是在那比谁吆喝 对吧 比谁撒门大啊 我们说会这个咬人的狗呢 是不叫的 对不对 整天在那里嗷嗷叫 那个屁用都没有的 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 天天打这个 什么打倒美国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这个那个的 对吧 在他妈的抖音上面 整天在跟着这个老百姓 在那里吼有个屁用呀 对不对 这就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无非就是搞点流量啊 让大家懂这个打赏一下 如此而已 就是这么点就是这么点出息啊 那么美国方面呢 他是看得很清楚 坎贝亚他讲这个话 其实亦有所指 就是当下美国的整体的制造业 重工业能力呢 是大不如从前了 这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中国的造船的能力 中国军舰的下脚资啊 这些东西呢 说起来大家都知道 对吧 但是呢 想做到这一点呢 难度是很大的 就像中国的基建狂魔 一说起来好像也没什么 对吧 无非就是啊 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啊 另外呢 就是造船造舰啊 造房子 反正各种造啊 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 我们也习惯了 对吧 做得快 但是呢 你要是放眼全世界 能够有这么大的体量 这么短的时间 能够做出这么多东西的 我告诉大家 放眼全世界 抱歉啊 这个放眼全世界呢 其实你是找不到的 也就是说呢 这种这种实力呢 中国是多一份 多一份 所以美国的海军的发展呢 是严重受制于 它的军舰的建造速度 如果真的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对抗 在此情况之下呢 那么就是一场消耗战 就是一场工业实力的大比拼 那么目前的状况呢 这个美国方面呢 是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啊 无论是民用造船 军用造船 军舰建造啊 军舰的维修补给等等 都是落后的 而且落后的幅度还非常的大 过去这么多年 美国呢 主要在搞金融业 金融服务业 对吧 还有呢就是科技创新 主要是科技产品的设计等等 那么这个赚钱来的容易啊 你说搞制造业 那多费劲 所以呢 坎贝尔就在这个听证会上 就明确指出 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国力的增长呢 是整体性的 是全方位的 因此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呢 也是整体性的 是全方位的 所以相对而言 当年的美苏争霸 显得黯然失色 尤其他在听证会上强调 这不仅是军事挑战 是全面挑战 而且中国目前正在领导 全球南方国家 和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进步 那么这对美国的国家的 这个整体发展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 所以坎贝尔呢 在整个的听证会上 特别强调 未来十年 美国的军事工业的发展的 核心任务 就是要提高军舰的生产速度 他认为 当下是一个海军的时代 那么美国军舰的设计和建造速度 远远落后于中国 这对于美国国防的发展来说呢 是极为不利的 我觉得呢 能够谈到这个程度呢 其实蒋白乐啊 就说明他了解当下的一个基本情况 也了解军事对抗 不是靠好这个扫门子在那里叫一叫 对吧 尤其我们看到中国台湾啊 一些政客啊 就是整天就是打嘴炮啊 打嘴炮第一名 对吧 天天呢 就是在那里 吼来吼去的 一会呢 去递死一下俄罗斯 啊 现在呢 又搞了一个什么炸弹啊 这个和美国FBI啊 有过深度合作的一家企业 对吧 就生产出了这种BB机啊 你真是不做死就不会死 对吧 你这么搞下去 这个沙特 这个阿拉伯世界 穆斯林世界 是你能够惹得起的吗 对吧 当然 现在如今呢 也搞不清楚到底谁做的 反正呢 台湾的厂家说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只提供了一个品牌 啊 但是上面写的是 made in哪裡 对吧 这写的很清楚 而指控说是匈牙利做的 哎 结果匈牙利说 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只是一个贸易商啊 到现在为止 搞成了一个乌龙 不知道谁做的 不知道哪里做的啊 莫名其妙 那么我们看到 坎贝尔方面呢 在这次的听会听证会上 还指出了 希望呢 这个美国的门友 要以强硬的态度 来面对中国 那么因此很清楚的 我们看到 结合前面所说的 日本在七月份的时候 把他的军舰 直接开到了中国的领海 对吧 那么中国呢 也做出还击 八月份的时候 直接战斗机 进入日本领空 那么另外一方面 中国的海军测量船 也进入日本领海 再结合这一次 中国的航空母舰 那么进入到了 日本的这个啊 毗邻区 那么种种的迹象表明呢 中日之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呢 在进一步的升级 但是我们谁都知道 这背后的真实的博弈呢 是美国在背后 让这个日本呢 冲在前线 那么于是乎呢 双方之间所展开的 这样的一种博弈啊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看到中国方面的 最近一段时间 也在不断强调自身 国防军事工业的发展 你比如说 中国在最近的一次啊 这个官方媒体上 就披露了新型舰载机 F35呢 而歼35呢 在辽宁舰上面的首飞 那么引发外界的关注 尤其在央视所被播出的节目当中 首次公开福建间电磁弹射系统的测试的片段 那么也显示出 中国海军航空母舰的战斗力呢 有望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在此当下呢 中方释出相关的影片呢 肯定也是一有所指 反正呀 美国方面呢 就是不断的去吆喝 对吧 在全球各地呢 这个三分点火 那么乌克兰呢 当了一个炮灰 和俄罗斯去battle了一把 那么如今呢 美国搞了一个印太四国 对吧 那么日本呢 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开门狗 所以呢 日本这个时候被推了出来 那么中国方面呢 肯定是要不仅仅瞄准日本 那么背后的美国呢 肯定是其博弈的主要对象 我们来看一看 具体这一次 中国的官媒上面 所披露的 中国航空母舰的舰载机 和中国的电磁弹射的系统的 一些具体情况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一次由官方媒体 所释放出来的 是非的新型战机 很可能是歼35隐身战斗机 那么这款隐身战斗机呢 是中国海军新一代的舰载机 那么常常呢 被用来对标 美国航空母舰 最新的舰载机 F35C 那么释出相关画面的 是由中国央视 所播出的一个节目 那么这个纪录片的名字 叫做翠火 在第三集当中 中国海军的飞行员 张乃刚 12年前在辽宁舰上 放飞了第一架的 歼15的舰载机 那么他在纪录片当中呢 特别谈到 在今年呢 他自己亲手操作 新型舰载机 在辽宁舰上 首次放飞 换言之 这个消息本身呢 外界释放的消息呢 信息呢 就比较大了啊 那么首次 新型舰载机 在辽宁舰上放飞 显然不再是以前的 歼15T 歼15型的舰载机 那么新型的舰载机 是什么呢 虽然整个纪录片当中 没有展示出 任何的新型舰载机 它的放飞的画面 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 新型舰载机的消息 但是呢 这段视频 依旧迅速的刷屏 引发了热议 那么这等同于是 官宣了歼35舰载机 在辽宁舰上 放飞试验的 一个消息 那么中国航母 拥有 隐身舰载机呢 根据这个消息 那必然就是 指日可待 我们知道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辽宁舰完成了 大概一年周期的 这个升级改造 那么升级改造完成之后 就驶离了大连 当时呢 被拍到了 在辽宁舰的甲板上 停放着 歼35的全尺寸模型 那么那个时候呢 就引发了一轮的热议 那么这几个月以来呢 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国际媒体 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呢 在报道了 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 有意购买歼35 所以很清楚的 那么外界就猜测 中国的歼35这款战斗机 可能已经接近 研发完成 即将交付 那么歼35呢 是中国省飞集团 在研制的一款战斗机 第五代的隐身战斗机 也担负着中国海军 在大洋深处 夺取制空权 进军国际 第五代战斗机市场的期望 那么中国的军事专家 杜文龙在接受新加坡 联合早报采访时 明确指出 能够在辽宁舰上 滑越起飞的舰载机的种类呢 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根据目前 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呢 那这个舰载机 很可能就是舰35 因为其他的 真的你也找不到 有其他的这个替代的机型 那么当然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一款的这个机型呢 那么它的整体的作战实力呢 非常强劲 动力系统非常强劲 而且呢 它既能够在辽宁舰上 使用华越式起飞的这种模式 也可以在福建舰上 使用弹射起飞 那么这个对于中国舰载机的 综合作战实力 中国航空母舰的 综合作战实力呢 将是一次质的飞跃 然后毕竟 辽宁舰坦白的说 或者说福建舰吧 航空母舰作战群 它的作战实力的具体体现 其实就是你的 舰载机的实力 到底怎么样 那么福建舰 其实进行电磁弹射的 这个片段呢 在脆火的第三集当中 也被首次的公开 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呢 可以看到 福建舰上面的飞行甲板呢 表面是非常的平整 电磁弹射的轨道呢 也是笔直的 那么未来 歼35战斗机 在福建舰上 经过电磁弹射起飞时 可以携带更多的油料和弹药 那么对于中国 隐身战斗机 它的制空制海能力呢 就是一个制的飞跃 另外一方面 根据央视所播放的 这个纪录片也显示 福建舰电磁弹射系统的 指挥战 采取了类似美国航母的 正六边形的设计 那么平时呢 是位于甲板的下方 在航母执行起飞任务的时候 指挥战会垂直起降 升到略高于甲板的 一个高度的设计 那么目的是让操作员 一边操作一边做观察 没有起飞任务的时候 指挥战可以回收到 和甲板平起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呢 这个设计本身呢 细节披露的也已经非常的详尽 那么印度前联合国防参谋长 退役海军中将辛哈 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电磁弹射系统 可以让航空母舰 在短时间之内 起飞更多的战斗机 这对于中国提升航母的 作战实力呢 意义重大 所以呢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的 这个军事博弈啊 其实从文宣战 到实际的装备的展示 再到实际的接触 军事装备的接触 再到中日之间的 你来我往的进入领海 中国的航空母舰 那么进入相关的 日方的啊 这个毗邻区 加上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 军事演习 那么双方之间的 这种升级的动作呢 是越来越多 那么在此情况下 我们看得很清楚 反正呀 这个地缘战略的博弈 就是这样 他本来就是全方位的 对吧 很清楚 就像之前 我们知道这个前几年 香港呢 闹的是啊 这个很大的时候呢 那么当时的英国呢 正好是保守党在执政 他跟着美国呢 喊打喊扎 对中国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结果现如今啊 英国政府新的工党上台之后呢 结束了十几年的 保守党的执政 但是工党上台几个月之后 直接查了查过去 保守党执政期间 英国的财政表现 直接宣布英国恐怕即将破产 那么在此情况下呢 很清楚的 那么英国的首相智囊团 最近就明确表态说 希望寻求改善对华关系 所以说呀 这个国际社会就是这样 你只当老好人 屁用没有 对吧 只会的让别人把你当成病猫 把你当成一个软四子 捏来捏去 所以呢 该斗的时候就要斗 但是这个东西要 这个讲究策略 讲究方法 方式方法 对吧 而不是呢 这个我们前面所举的那个例子 深圳所发生的这个悲剧 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这根本就不是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我们看到 英国的工党的元老 曼德尔最近就特别批评 英国的保守党政府 没有和中国保持沟通渠道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闹僵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对英国的国家战略来说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所以呢 他就特别希望 当下的英国政府呢 希望最终 重新建立英国过去 和中国之间的战略对话 那么借此我们可以了解到 国际社会原本就是这样 反正都是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 那么英国政府 既然有这个想法 我们看到不久之前呢 英国工党的领袖上台之后 那么英国首相和中国领导人之间 就进行了通话 这也是多年来的第一次通话 说实话呢 也是实属不易 但是英国如果还继续停留在过去 大英帝国的梦幻当中呢 对他肯定是相当的不利的 另外一方面呀 当美国的走狗呢 很清楚的 乌克兰就是被打的是七轮八落 这个国家也将是国将不国 那么亚洲究竟是印度日本还是澳大利亚呢 目前看起来呢 日本是做美国的走狗最积极的上窜下跳各种动作 那么日本方面如果继续有过分之举的话呢 那显然对日本来说呢 也是将是一个灾难性的结局 我觉得在亚洲地区呢 日本恐怕也要让自己收敛一些 当然他能不能做到 这也取决于美国人让不让他收敛 因为日本实在是没有多少的自主权